上一節課 我們是不是對於說 如果我們用國語來講的話 等於是緣起戰的開宗民意 也是緣起戰的歸敬送 也是緣起戰的總義 在這個第一句當中 它是什麼 它是主要要詮釋緣起信空而去禮戰佛同 這個是從兩個角度 或者從兩個方向 主要緣起戰數到詮釋數到幾次 好 所以我們來講到 我們準備要講第二個段落的話 這個是什麼 是說 世間所有諸衰損 其根乃為無名暗 由何而觀照能還滅 事故宣說緣起法 它說剛好 因為是大家的緣故 我們說這次來講這個課的話 我們在台灣也剛好有一次重新編了這個課本 我們以前這個課頌的話呢 以前有很多的乃至有一些的字啊 不正確或者不方便看我們盡量這一次 因為有大家的姻緣想說 大家可以來一個最新的或者有一個比較圓滿的話 我們大致上在格魯的或者學中大師教法的 會用到的常用的課頌或者寄頌來講 這本的話幾乎 幾乎都講到了在閒教這一方面 當然密教的還有很多的課頌我們沒有收進來 可是閒教的這邊常會遇到的這種的課頌文啊 或者持頌文啊 或者我們所謂的課頌文 這裡面幾乎都已經有包含了 好 那我們這來講的話呢 這第二課範我們說什麼呢 是說 是什麼呢 是說 佛陀在宣說 緣起 聖空 這個見解的原因 以及他的最終究的 或者最大的目的為何 是這一個寄頌在講的 所以我們講說 世間所有的諸衰損 那 世間所有的諸衰損是什麼呢 是這個三界 我們一般所謂的三界就是 欲界 色界 無色界的這個當中呢 所要什麼 所要我們不自主的 沒有控制的 沒有辦法主導的 由業跟煩惱 而產生的這個苦 就是我們這邊把它取之為衰損 那這邊的苦是什麼呢 不是只有在苦苦 我們 我們 是不是在葡萄吃力管輪 常提到有 八苦啊 六苦啊 三苦啊 而它有各式各樣的分類 那總而言之 這邊所說的 以最 簡單的分類來講 我們所謂的 三苦是什麼 就是 苦苦 快苦 醒苦 所謂的苦苦是什麼呢 苦苦 就是我們 我們一般 感受到的苦受 我們感受到的苦受 這就是什麼呢 這叫苦苦 而 所謂的 壞苦是什麼呢 實際 壞苦 是 我們用金書來講的話呢 壞苦 是所謂什麼 有肉的 樂受 就是什麼 不究竟的樂 或者有瑕疵的那個樂受 像什麼 像剛剛大家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你看 我們在一個地方 是不是有些地方 因為我們每個人 喜歡的冷跟熱的不一樣 是不是有些人 如果在這邊來講 像我們開冷氣 有可能 我覺得很舒服 大家忽然覺得 是苦苦 我覺得是 對我來講 什麼是壞苦 那大家開暖氣的話呢 大家可能就是 那個變成是 大家的壞苦 可是變成說 是我的苦苦 那等等的話呢 那 壞苦是什麼 是不是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如果開暖氣 開太久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 口肝 舌燥 心煩 或者 坐立難安 是不是 剛開始有一點的 有一點點的樂受 但什麼 這不究竟 哪知道 有不舒服的感覺 會有瑕疵 有變化的 這樣的一個 有肉的樂受的話 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 這要換苦 而 所謂的 辛苦 也是我們輪迴裡面 主要的苦是什麼呢 就是什麼 我們講說是那種 業 跟煩惱 所引申的不自主 我跟大家講說 我第一次 比較 有 理解到 或者感受到 什麼叫做辛苦的 這個時候是什麼呢 我記得是 我在尊者的座下 去聽 是一樣在圓起站這邊的時候 他舉個例子說什麼 他說 苦苦不要去認識 那不能 不要說是人 是 畜生 都可以認識到 苦苦 也可以說我 不要這種 的苦苦 這是不用人 只要是 畜生來講 乃至什麼 壞苦 我們也不需要 真的去思維法 可以說什麼 我們很多人 就知道了 我舉一個 我的自己的例子 什麼是 大家如果 前幾年認識我的話 我還在印度的時候呢 我很愛喝可樂 可樂是我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 樂趣 到說你到現在 想喝 還是會想喝 可是什麼呢 可是知道 這帶來的副作用 或者這個傷害 遠遠的超乎 短暫的 樂壽 所以說什麼 認識 可以說從這邊 認識到他的 不好的性質 雖然他帶來一個 短暫的樂壽 但是什麼 這個短暫的樂壽 會帶來長期的 苦果的時候 所以什麼 刻意就不碰了 所以很多人 我們對於說什麼 乃至飲酒啊 或者抽煙啊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看到這個來講 知道說 他抽煙的時候那個快感啊 或者說什麼 那種 飲酒的時候那個快感 都有快感 有快樂的感受 但是什麼呢 可是知道他的長遠的 所以 這種的 快苦的認知 也不需要說到很 很長遠 乃至說什麼是 我們人也可以 而什麼 真正的 我們在講說 經書 或者我們在說什麼 要脫離苦樂 或者說 離苦得樂 昨天常常講的 離苦得樂 那什麼叫做 離苦得樂 我昨天是不是講說 有很多標準 當你講說 離苦得樂 我們如果只是講到說 苦受的話呢 那個不用說我們是人 我們這個不用學習佛法 你去當一個畜生 也可以了解 乃至 但是 有一種的苦受是什麼 我剛剛講的那種 一直的不定變化 可是我們在學佛的 主要這邊所受的 離苦得樂 不是在講 要脫離苦苦 也不是要講 脫離的壞苦 而主要講說 脫離的辛苦 那 辛苦 可以給大家的例子 是什麼呢 辛苦就是那一種 如同 你被 軟禁 你看 我說我們在被軟禁的 情況當下 是不是 撞死他被軟禁當下 的話呢 他也有他的苦苦 對不對 他被拷打 或者受罰 這是苦苦 也有 他可以偶爾看一個 好看的風景 或者是他的壞苦 那個來講 可是 是不是 在當被一個人的監控 管制 束縛住的時候 你在這裡面 你再好 再壞 你永遠不是自由 你沒有那個自由的時候呢 這就是有一個幫助 所以 我們這邊所講的 行服是什麼 是被 夜 跟煩惱的不自主 以及 或者是什麼 這夜 跟煩惱的不自主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 輪迴 輪迴的 最大的意思 不是 說什麼 我們住在這個處所 我不知道大家 我說我自己 以前 還沒學經書的時候 覺得說 輪迴什麼是 我們這個地方啊 實際上 我們 輪迴的這個 標準 或者我們想像 不是這個地方 輪迴 所以 主要的是什麼 是 我們這種的 身 心 沒有 自主 不自主 而有什麼 有夜跟煩惱的幫助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 可以認識到 什麼叫做 夜跟煩惱的不自主 就是 你想到說 希望大家沒有碰過 可是大家如果有 經過什麼 是 你可以有 享受很好 圓滿 但是你不自由 隨時隨刻被人家 盯住 關住 束縛住 你看 你在吃得再好 睡得再安穩 是不是都還是有一種不自在 這個叫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這邊所謂的 辛苦 以這個來講的話 這叫辛苦 在輪迴的當中 這個辛苦的時候 所以我們說什麼呢 世間所有珠摔水的話呢 是什麼呢 就是 世間 所有 產生的 這個 輪迴 和這個世間 是什麼 是我們剛剛講的三界 三界當中 所有的輪迴 所有的苦 苦苦 壞苦 辛苦 的話呢 這什麼呢 他的 其根乃為無名案 這個 所有一切 所產生的 原因是什麼呢 是 他不是無因而生 也不是誰 逼迫我 也不是誰 可以把我這樣 好像從這個東西 拖出來的 我會 有這種 種種的 輪迴的 報應的 這根本的 原因是什麼呢 是由從我們的 心虛當中的 這個無名我值 由這個 無名 我值 的生起的話呢 我們所謂的無名 我們 在別的 用成什麼 我們常看到的 撒家一見 或者什麼 我值 等等 這邊就是所謂的無名 有無名 我們才會生出 煩惱 煩惱 生起的時候 會造作各式各樣的業 有善業 有惡業 他一有煩惱 然後一有業的話呢 那輪迴的後果就產生了 這個 如果 不要這種的 煽苦 不要這個世間當中的 所有說這種的 各式各樣的這種 不如意的 摔損的話呢 這些 不是無因的嗎 要從它的因而下手 為什麼他說它的 根 是為無名 而無名而導致呢 是什麼 如果我們要這樣子 一一一一一把 這種苦苦 壞苦或辛苦去除掉呢 那不可能有一天去除掉 唯有的一方面 去除是什麼呢 從它的根 這根可以砍除掉的話 上面所有的之分 所有的分類 所有的等等的 一起會堪哭 一起會療療 所以它的 這根本是為無名 所以以後 我們要去了解 無名的是什麼呢 無名的意思 不是為 不了之為 叫無名 我們這邊的無名 它不是一個 不了解為 叫無名 而真正的 無名是什麼 是 它是跟 智慧明了的 對峙 明了是清楚了解另外一方 無名是什麼 它是執著 那個反面的 這才叫無名 無名 無名不是那種 好像我放空 或者我發呆 或者我 不了解 就叫為無名 無名 無名的意思是什麼 是 因為每一個無名 或者每一個心事 它都有它一個作用 它無名的作用是什麼呢 是 執著 或者 單著 與 智慧 唱反調的那一面 這個才是為無名的 而不是那種 只是那種 好像我不了知 就是為無名 這個都來自 無名的果 這是無名的果報 無名真的無名的 是什麼 是什麼是跟我們能夠 智慧為反調 他說什麼 舉的例子什麼 就像路東 黑暗跟光明一樣 這兩個沒辦法在一起 我只要有光明 就不會有黑暗了 有黑暗就不會有光明了 也不是說什麼 沒有光明就是黑暗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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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無名就是 與光明唱反調的那個 才叫做黑暗 而不是只是不是光明而已 一樣我們這邊所謂的無名是什麼 是跟明了的智慧為相反 相克的這個才叫為無名的時候呢 那如果這個根本是為無名 或我們講我直 或者經書我們講到什麼 以特別是應神派這邊講說什麼 我們常用的用詞的話 我們後面這幾天 也會講到什麼 大家可能有常聽過的就是 普特丘羅無我 法無我 而這個兩個無我的話呢 是什麼 是智慧的所觀察的靜 叫兩者的無我 所以了解的這個 普特丘羅無我 了解的法無我的這個心事 或者我們這個 叫什麼呢 我們叫做為智慧 而執著 這兩個的反面 就是什麼 普特丘羅有我 法我直 所執著的這種 第十有 自信有為這個靜 而執著 單著 這些的心事叫我們叫什麼 我們叫為普特丘羅我直 跟法我直 所以這個普特丘羅我直 跟法我直 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這種的無名 我們這個 在這個幾堂課後面 我們就會圍繞的 大家以後我們 再介紹這個幾乎是什麼 我用幾個 我們會常聽到的名詞 就是 無名 就是普特丘羅我直 跟法我直 這兩個無名 所執著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普特丘羅有我 跟法我 是有的 這是他所要執著的這兩個靜 這兩個的反面呢 我們叫什麼呢 我們叫做為 普特丘羅無我 法無我 或者我們稱什麼為什麼 叫空性 大家可能會聽到很多的詞彙的話呢 我們一般在經書上 所用的詞彙是什麼 是我們用說 中觀正見 或者中觀的這個正見是什麼呢 是正的空性的那個智慧 我們講我們叫中觀正見 而我說空性見解的 空性的見 這很奇怪 就是我們在經書所講的 空性的見解 他不是在講那個心事 哦 他有一個正確的空性的見解的時候 什麼是 他對空性 就是一個 空性的見解是什麼 是那個靜上面的空性 他有了解真正的空性見 而中觀的正見是什麼呢 他是去了解空性的那個見解 我們叫中觀正見 而他所了解的空性 我們也講中空性的見解 這是指一般的經書裡面會用到的這個用詞 所以我們這幾個幾天當中 我們會常常就是講到空性的話 會提到這幾句的 好所以他這邊來講的就是說 世間所有諸衰神 其更難為無名案 那由何而觀照能還滅 事故宣說緣起法 是不是說什麼 那這邊 為什麼要宣說緣起的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凡事能見到緣起的 也是 意思是什麼是 能見到空性的這個來講的話 才有辦法什麼呢 才有辦法去除 才有辦法滅除掉 所有一切上面的 世間上面所有的 暫時以及究竟所有的這個苦 也是這個原因的 也是這個原因 佛陀我們前面講的說 他是無上的宣說者 他為什麼是為 要宣說緣起的緣故是什麼呢 因為特有了解緣起 特有了解空性的這個法呢 他才有辦法 也才有能力去除掉 所有一切的 世間的這些所有的 山苦的 所有的這種跟 無名 是唯有 去特有了解 緣起 聖空才有辦法去除的緣故 所以 所以什麼 所以佛陀才會要講到說 緣起聖空的法 這是為什麼要講到 緣起 以及聖空的原因 以及所有目的 這邊 也知道我們說什麼 緣起跟聖空啊 不是 只是為了說什麼 好像有什麼 很不好了解 很玄 很多的要去研究 或者為了人家去辯論啊 或者爭吵啊 才去說緣起聖空的 這個如果去為這個 而去了解緣起的話呢 他的目的 或者他的意趣 就變成是 想愛了 真正的 要去了解緣起 要去了解 信空 或者空性的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是為了要去除世間 所有一切的 這些的摔水 為了要去除 一切世間的這些苦啊 所以 這才是 去了解 也是 宣說 信空 緣起 的這個目的 好 所以這是 第二季的 來去 做這個詮釋的時候呢 那 第三季 我們這邊 後面來講的話呢 它 這邊主要說什麼呢 那 那 所有一切的 苦的 根 的這個 無名 若要去去除的話呢 那 唯有 唯有 是透由 了解 空性 唯有 依靠 空性的緣故呢 所以 當我們要去 宣說 空性 宣說 緣起 這個法來講的話呢 等於這就是 所有一切佛陀的 八萬四千法當中的精髓 我們常講說 佛陀的 般若經 像我們聽到什麼 我們常聽到的 金剛經 心經 為什麼是在 經中之王嗎 或者在 萬 萬經 萬法當中的 最為 最為廣 最為深套是什麼呢 因為可以說 一切 要去除 世間上 所有的 這種的苦難 要斷除 世間所有的 這種的 苦受的話呢 唯有是 依靠著 空性的智慧呢 所以 以後的 所宣說的 所有的這個法 來講的話呢 都是什麼 都是為了要了解 空性的緣故 而去宣說的 是不是我們在 入菩薩行論的 第九品的第一句 說什麼 所有一切所說的 之分 都是為了智慧而宣說的 這一切的法 都是為了要去了解 而宣說的 這個時候呢 那也是 什麼 我們講說 這個 緣起戰 我們 上次有說說 很多人說 緣起戰可以說 是為一個 小的 了不了一切所 章論 為什麼 因為他把佛陀 所要講的 空性的道理 等於說什麼 他的精髓已經 合在這裡 這把所有的 誤派 所有的 有關 空性的道理 都已經合併了 在這個 簡短的 這幾個 幾個計算來講的話呢 廣的去宣說是 了不了一切所 的章論 總設起來的話 什麼是緣起戰 好 那在這邊來講說什麼是 耳時 聚足智慧者 如何 由心不了知 世尊聖教之心耀 記諸 蘇聖緣 緣起道 那說什麼呢 耳時 是什麼呢 是 耳時的說什麼是 在那時 說什麼呢 是看到說 唯有去斷除 無名 唯有去斷除我職 才有辦法去去除苦難 去除無名 了解這個時候呢 我們 如果把緣起 或者什麼 我們想說說 我怎麼去去除我這一般的 好像我說 我 現實生活的 好像我這邊的苦難 或苦受 我說一直要 一直緣起我的性功法 或者我還聽過的人說什麼 我聽過一天的緣起性功法 他說我對我的苦受有多好啊 有多大幫助 我說 這往往應該是你認識的空性 或你了解的 它不是這樣子 好像我說 我 一時 或者那種 在一下子就可以說 好像我馬上 感受 這不是 我們聽到的緣起 性空 或者這種空性的法 是什麼 它是為了要去除 究竟的 把我們綁在輪迴的時候 我們不是講說 那種 小小的因素 你把它說好像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說什麼 比如說你看我是痠痛啊 肌肉痠痛 可是我跟我內在的那種主因 你說我要醫療 我醫這個的手 我的那麼酸痛 那已經是 一般最究竟的方法 去做一個那種 微不足道的 好像我手痛啊 那樣子 現在我們說什麼 我們要了解緣起性空的法 它不是 它主要的不是 為了要去除什麼 好像我 我什麼 我短暫的 或者生活 暫時生活上的這個 而是說什麼 我們怎麼樣去除 要去脫離輪迴呢 我要怎麼樣去去除這一切的 這個苦難的話 為依照的這個空隙的這個道理 而去宣說的時候呢 那 這邊來講說什麼呢 所以 具有智慧的 耳食 具有智慧者 是什麼 當他了解 知道說什麼 如果要脫離 輪迴的 究竟的 這個苦難 必須要什麼呢 必須要是脫離輪 去了解 空性 是什麼 具有智慧的意思是什麼 是 了解空性的 知道這些人呢 是 如何由心不了知 什麼來講的話呢 什麼 應該來講 我說 在藏文的這邊來講的話 他把它 顛倒過來 他不是這個 他是 是說 耳食 具足智慧者 世尊 聖教之心耀 祭諸 蘇聖元起道 如何由心不了解 他是 他是用這樣子來講的 他是 這個來講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說什麼 是 在那個時候啊 如果是聰明的人啊 具有智慧的人啊 會知道說什麼 我們這邊不管是 短暫的 還是那種 深遠的影響的 這個苦難的來源 是什麼呢 真正的苦的來源 不是我們這個 短暫所造成 而是什麼 是由這個無名而造成的 如果 他已經了解說 這是由這個無名而造成的話呢 這是說什麼 這一些的 去除 把這個 究竟的苦 可以去除的方法 獲得 究竟的安樂的 唯一的方法 是什麼呢 是特有了解緣起的這個道路 他這個 字面上是說什麼 是了解緣起的道路 可是實際上是說什麼 特有緣起而去了解空性的嗎 特有緣起而去了解 空性的這個道路 唯有 特有這樣子來講的話呢 也才是什麼呢 這也才是說什麼 是 世尊聖教的心耀 為什麼 佛陀的 心耀 或者教法的心耀是什麼 除了什麼呢 是 為了要可以獲得 究竟的安樂 脫離到一切的痛苦 才去講的時候呢 所以什麼 佛陀他的 教證 我們說佛的教法 就只有分的兩種 我說 大家以後 可能 因為我相信大家 會今天來聽法的話 應該有接觸過一點點的佛法來講的話呢 我們所謂的法來講的話 就只有兩種 一個是什麼 是 教證法 一個是正正法 教證法的 持有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這種 講說 聽聞 背誦 實誦 抄寫 這才是為 除了 教證法的 而正正法的是什麼呢 是什麼 是在我內心當中申請 這才是在我們在 教證法申請 所以以後的 所有有關教法的話 說什麼 你要去幫 例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我很惡劣 我說你要來幫我煮飯啊 你要幫我打掃 你會累積多少功德啊 這跟實際跟教法 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 你偷有這樣子的方法 能不能死回教 可能 可能會有 因為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意念起一些的 所謂的教法的道理啊 不然有像我們說什麼 是不是有周立盤陀茄 是不是 佛陀碰到那個 大家如果有聽過這個故事的話 我們說 在貪 撐 吃 再重的人都可以獲得成就 例如說什麼 貪的最大是什麼 是難陀 撐最大是什麼 是子脈 魚吃 最大什麼 是我們叫周立盤陀茄 或者周立盤陀茄的 這個範文的意思在中文是什麼 就是小道 因爲什麼 因爲他們是兩個兄弟 有一個 兩個兄弟來講的時候 這個母親 他以前就有發願說 我要讓兒子 可以 來護持佛陀的正法的時候 他生起 生下兩個兒子 他有一個是在大道 那邊的附近的 生出的話 所以他以後就叫做大道尊貞 他這個 生在一個小道的 這個叫周立盤陀茄 可是他 他生起來跟他哥哥完全不一樣 就是很笨 笨的這樣 不能再笨 他以前來講說 如果進入到佛陀的生團 他說 那交給哥哥交 那他哥哥根本自己都不願意交 那樣子 因為說我這個弟弟太笨了 之後 所以大家每個人去學習 或者去做法會 都不讓這個 來去做的時候 這個人就在外面很沮喪 剛好佛陀經過說 你為什麼不在裡面跟別的生人 他說那別的生人都看不起我 或者我沒有現在的 這樣子 我被霸凌 我被 其他的這些生氣的霸凌 他不讓我來參加 那佛陀說沒關係 我來親自教你 那他教的時候呢 他叫什麼 他教什麼 忘記什麼 那佛陀說好 那沒關係 那你最後 你記得是什麼 就是 你就記住這兩句話 就是少成除垢 少成除垢 和你一般 你去什麼呢 你在 你就去幫大眾打掃 去整理大家的鞋子 或者來講 和你在整理的這個當下 你就什麼 你就記住要說是 少成除垢 和掃成除垢 和他是用這樣的 而去獲得阿羅漢的果位 記住這兩個句子 而說掃成除垢 來去獲得阿羅漢的果位的時候呢 那 這樣的 你說 他說掃地有沒有幫助 有 他是意念法益 他是意念法益才有 而不是說什麼 我們要說什麼 好像你要去學法 一定要特有什麼去做 什麼去為什麼 生團付出多少啊 或者你一定要布施多少啊 或者你要做什麼 這個有沒有累積功能 我們說什麼都未知 未知 就是 可能有 可能沒有 可是有一個百分之百可以說什麼 當我們去聽聞 我們去思維 我們去講說 我們去做這個愛想的話呢 這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叫持 校正法 而 依著這個的 持著這個校正法 在我們內心到 創造有 有反應 而我們有 慢慢有生起那種 體悟 有認知 這叫什麼 就叫正正法 我們在內心的正正法 升起了 所以 這個 校正法 說什麼呢 如果你說 是透有 了解 或者 了悟 這個 緣起 信空的這個道路來講的話呢 是什麼 是 佛陀 不管它的 教正法當中 或 正正法當中 都是為最為 核心的嘛 最為關鍵的 是不是這邊來講說什麼 是 是 世尊聖教之心要 祭諸 蘇聖 緣起道 凡是 這個時候 有智慧的 有 簡責的 聰明人的話呢 會知道說什麼 是 透有 緣起 這種蘇聖的 緣起的這個道路呢 才是 通達 佛陀的 聖教的這個信仰 所以如果是聖者 聖者的話 如果是智者的話呢 什麼 如何 由心不了解 怎麼不會了知這個東西 怎麼 是不是 反過來應該是什麼 是 我們是不是說什麼 一定會了知嘛 我們說怎麼會不了知呢 怎麼會不了知 就說什麼 如果是真的聰明的人的話呢 讓他了解說 緣起 信空 這個道理也好 或者 正德 這樣的智慧呢 才是為佛陀的 教法的 教正法 跟正正法的信仰 別的都是他的輔助嘛 別的都是輔助 佛陀 聖教的 心水 核心 都是為 援起信空的 這樣來講的話 如果是真的有智慧的人 如果真的了解的話 怎麼可能 或怎麼會不了解 或者怎麼會去不宣說 有關於 援起信空的道理 所以他 這邊來講的話 如果是按照這個 這個翻譯我們來講 說什麼是 耳食聚足智慧者 如何由心不了之 來講的話 這邊都還沒有提出他 什麼不了之 如果要這樣子的解法的話 是什麼是 如何 他不會特有心事去了之說 世尊聖教之心要 集諸 蘇聖元起道 因為 我會 我的理解 我說這個好像 我會把它主題 沒看到 如果這樣一個主題 是什麼變成是 耳食具有智慧的人的話呢 會 會了解 所有的這個 蘇聖的 元起的道呢 為什麼 為 世尊教法的 心要 也是 因為這樣的緣故 因此呢 如果是有智慧的人 怎麼可能會不了知 怎麼會 不去了解說 這個元起 信空的道 是為佛陀的 教法的心水呢 或者信用呢 這是 如果是有聰明的 或者真的了解 佛陀在講什麼的話呢 一定是要了解這個的 雖然不好了解嘛 雖然不容易 我們也知道說 元起信空的 特別是大家如果看過有關 忠大師有關 忠官的 或者有關 匹伯身的地方 他是不是 不容易了解嘛 可是 不容易了解 但是他是 因為他是 所有的 聖教的 薪水啊 重要的話呢 如果是有智者 有了解的話 一定會知道說 佛陀的 聖教的重點 或者關鍵聲什麼 都在這個元起形成 那這第四季的話 我們說什麼的話 我們說 那 也是 因為以上的 所說的原因來講的話 講到這個 深深空氣的這個 理戰來講的話呢 沒有比這個為說是 稀有難得的去理戰 或戰受佛陀的 用很多不同的方法來去 讚美佛陀的話呢 可是真正的 佛陀為佛陀 佛陀為關鍵是什麼呢 沒有比元起形空 這個道理更為殊聖的 那這本來講說什麼 所以是 如是故於醫護尊 撐陽讚嘆多門中 除說元起妙法外 何德於法更稀有 是不是 我們這個來講的話是 如是故於 如是故於醫護尊 是什麼是 因為以上的緣故 我們前面這三句 是不是我們說什麼 元起形空 為教法的核心 元起形空為 教法的這種的 殊聖的道來講的 如果這樣的原因來講的話呢 我們 人 可以 來 讚美 或者說什麼 為救護 這個救護是什麼 大家以後 或者如果 乃至有聽過我們在講的 那個適量論的 是不是我們講說 什麼叫做救護 這邊的救護是說什麼 是 自己不為名文利養 不為那種世間 佔取 不為那種好像金錢的 而是什麼 是真誠的為 去可以利益 自己的弟子 有這種悲心啊 是不是 我們舉的這個例子是什麼 是 你看有一些 好的醫生 他不會為了這個 名文利養 他不只是 不為名文利養 是什麼呢 乃至 是什麼 是 完全是為了他者 你要為一個好醫生 是什麼 他只有這個發心是不夠 他還有這個智慧 他不僅是有智慧 有這個發心 他還有什麼 他還有方便 要當為一種這種的 無上的這種導師或 無上的這個醫者來講 他要有這個智慧 要有這個悲心 要有這個方便 三者的具備下呢 他才可以 真的去利益病人的一樣呢 那佛陀在這邊 佛陀在這邊 佛陀在這邊 來為說什麼的話呢 如果知道以上的這個原因 緣起信封來這個原因的話 他為什麼叫為 為護主 為救護是什麼呢 是因為佛陀他 不是為了自己的名文利養 不是為了自己的好處 而是什麼 是完全要去除 他把什麼 把自己去斷除 煩惱障 所知障的這個經驗 而為了 以這樣的方法 而去救護 有想要去 幫助眾生的緣故 所以我們才叫什麼 我們叫他護主 也是這邊所說的 如是故於 所以如是故於是什麼 是以上 因為以上的這個原因 因為以上的等等原因呢 那依護尊是什麼 這是佛陀啊 救護主啊 那 撐陽 讚嘆多門中 在什麼 我們 來 讚嘆的門是什麼意思 這邊是什麼 讚嘆的方式啊 或者 稱讚的方式 可以有什麼 這個例子 有許許多多 我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式 或者各式各樣的 的角度 而去理讚的話呢 但是什麼呢 這個在說 除說緣起妙法外 何德與法更稀有 但是 雖然我們 可以 理讚 可以讚美佛陀的方法 有非常非常多種的 可是 除了 除了 緣起 除了空性的這個角度 而去 來聊著 或者 來理讚呢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應該說 什麼 這個 沒有比他更為速射 或者說什麼 更為恰到好處的 理讚的方法 最為 可以去理讚 我們說 啊我們說什麼什麼 如來 應共 正片之 明星族等等的方法 有理讚佛陀的方法 那這些都沒有說什麼 因為他要知道我們這個背景是什麼 是 在之前 中大師雖然對佛陀是生起了很大的信心 也來講的話呢 可是當他了解空性了之後 所以說什麼 沒有比這個更為稀有難得 我真實 偷佛陀的這個教訓去了解來講的話 那別的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說什麼 那個理讚也好啊 或者那個讚美來講 都是什麼 都是那種花言巧語而已啊 實際真正真的可以那種 真的理讚到 或者把說佛陀的真正的那個特征 說出來是什麼呢 是佛陀在去通達 了解這個緣起信中的這個道理 這一方面而去懸說來講的話呢 沒有比這個更為說什麼 更為殊勝的 沒有比這個更為恰到好處的 更為實際的這個來講的 是不是這邊說什麼 而是聚足智慧 不是 如是故於一戶尊 撐陽讚嘆多門周 在多種讚嘆智者 或者護主的這方法當中來講的話呢 除了 宣說緣起信空的這個道路 以外呢 那 何的語法更小 哪有一個比這個更為恰到好處啊 哪有一個比這個更為殊勝啊 哪有一個比這個更為殊勝啊 哪有一個比這個更為可以去表明 或者說出對於佛陀的這種真實的這種功德啊 也是這個來講的話 佛陀才真的能表揚出 或者詮釋出佛陀的智慧是什麼呢 是在於緣起信空這邊 你別的說什麼佛陀的 我們講到說什麼 好像佛陀的一切總治啊 或者了解什麼的話呢 這緣緣本本的最具有的是什麼呢 都是從佛陀通達緣起信空 這邊來講 那第五個基頌是什麼是說 那所以 這個的緣起法 或者原因來講 我們就說什麼 我們可以分出智者跟欲斥者 往往是什麼呢 以佛陀者是以緣起的這個原因 變成什麼 更為讓他去輪迴的因素 而智者們是什麼呢 是同樣依著緣起的原因 讓他可以脫離輪迴 這是一樣一個因素 我們就分出了 何為智者何為佛陀 這個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什麼是說 今有比比相依緣 宣說比比自信空 離此教授更何有 稀有妙聖聖教魂 那說什麼呢 我這邊的順序是 後面馬上是 這個的後面結束什麼是說 是 語法神職諸愚夫 堅固編職勤細福 緣起練答筆記事 禁斷細論網之門 我說我是調到這個後面的 後面的這個 應該是說 這個兩個記之後的 這後面這個記說 我們是不是後面有一個說 今有比比相依緣 與法生職諸愚夫 和我想說 我明天我去找一下 我確定的版本來跟大家講 我先去 就按照我的這個版本來 做解釋的話呢 我們說什麼 為什麼這邊講說是 分出 語跟智者的原因 是說什麼呢 那凡事與 這什麼 這個來講 語法生職諸愚夫 所以說 凡事與誰去執著什麼法呢 他是 依著緣起的緣故 依著這個緣起的法呢 那這個語者是什麼 我們在藏文這邊意思 語者是什麼 是孩童的意思 就像一個孩童 他沒有分出善惡來講 他這邊來講的話 在藏文 他當然有的意思 也是語者 可是這個比較的意思是什麼 是孩童 就像小孩子 沒有辦法分出 沒做這個區分的一樣呢 那這邊來講什麼 是語吃者 不了解真實意的 或者沒有了解緣起的時候呢 是不是 他依著這個緣起的原因 反而讓什麼 讓這個邊界 這個邊界是什麼呢 就是我值啊 百 不是自信有的 不是自信 第十有的這東西呢 把它更為堅固的而去執著的 以這個緣起的原因 而 什麼 而 智者能是什麼呢 智者是因為緣起的緣故 因為緣起的原因來講的話呢 他把它說什麼 破除一切的這個諸網 這個網是什麼 就是輪迴所束縛住的 以輪迴所束縛的作為網而去 這樣子 是不是這邊講說是 與法生直 與任由某個法 而生起那種的 執著的這個漁夫來講的話呢 堅固編職景氣服 這個編職是我們在經書 大家如果看到過 譬如到自立網路 我們是不是在 見解當面有說什麼 有 有撒家爺劍 鞭劍 鞭劍 是不是 這個鞭子就在什麼時候 鞭劍 它這鞭劍的是什麼 是把沒有 或者不是這個情況 而指為有的這個情況 那這是不是就是什麼 這我們在我執的這方向 明明沒有 第四有的 沒有自信有的 但為什麼 是因為有 依著緣起的緣故 它只為自信有 這什麼呢 這不要說是非佛教徒 乃至是什麼呢 是 為事態以下都是講的 我們剛剛一開始講的 依著緣起的原因 反而認為說什麼 它一定是第四有 因為是緣起的緣故 一定要是第四有 要自信有的 所以 這種的愚痴者 或者這種的 沒有分出真實狀況的人 往往是什麼呢 往往它是依著緣起的這個原因 使什麼 持這個我執 或者這個邊界邊執更為堅固的 而如果是什麼呢 是真正的智者來講的話呢 是什麼是 緣起練打筆記是 禁斷系論網之門 那如果一樣的 是有智慧的人 或者有了解的人 是什麼呢 他是依靠的緣起的原因 一直是緣起 而且什麼呢 說這個法是沒有第四存在的 是無自信的 無第十 而去破除 由這一些的 這個 系論的這個網子 而去束縛 是由什麼 由緣起來揚枕 我們是不是 大家如果看過 正空性的原因的 最主要的 或者最殊勝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以緣起的原因 我們講說 為什麼一切法是無第十 為什麼法是 無自信的緣故呢 就是因為緣起的緣故 這是在一句的當中 最為殊勝 我們講的什麼叫 禮中之王 正理當中的這個 如同王般的 或者國王般的 是什麼是 緣起見的 來講的話呢 這是最為殊勝 最為的清楚 而去 產生的話 一樣 是以一個緣起的原因 那什麼呢 那 智者是用它來去斷除 無名我之 那以 愚者是什麼呢 用這個來去 堅固 或者反而變 無名 更為堅固的來講的話呢 是以 這一個 原因而去做區分 那我明天 我們明天要跟大家講的什麼呢 是 我想說我 我會把這一段的 順序 找出來 因為我說我看了 我不知道說 因為我在 我的藏文的這個版是 先有這個詞句 它因為 我們在緣起站有好幾個版本 的排序的話 我明天我會跟大家來講 我去找另外的客送本說 是不是 是依照這個 我們中文的這個 還是依照我 我藏文的這一版 我再找另外一版 來去看 是不是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 我們就先到這邊了 等一下的話 大家如果有開始 慢慢慢慢來聽 或乃至 因為 我昨天 前天有跟大家講說 因為我們是 很多是同學 或是我們說法友們 是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大家對 對往昔的這種 對佛學的了解 有多深 我沒有辦法馬上 更不用說是 他心通人 沒有了解大家是什麼 唯一可以了解 大家對法的接觸 是多少 是我們時候問的 大家如果有辦法 問出來的話 我聽大家的問題是 十字不離八九 可以大概了解 大家對佛學的程度 或者會了解多少 可以慢慢慢慢 了解的時候 所以大家如果 我的一般 我們的教法是什麼 是如果沒有問題 我是以大家 聽得懂為原則 如果聽不懂的話 你可以說 我完全可惜 你在這個講的詞 是什麼意思 例如說 你講的什麼 什麼叫無知性 是什麼東西 或你講的緣起 是什麼東西 等等的話 如果大家可以 問得出來 我們明天就會再 更詳細的去 跟大家解釋 或者如果沒有問 我就是以大家 聽得懂 如果聽不懂 我們花多一點時間 去解釋都沒關係 我們以 我們應該是什麼 是以了解 為重點 而不是說 我們好像趕快 要上完什麼 來講 大家如果可以 學完有新的一次 對緣起或星空來講 我每一次 我跟我的學生都說什麼 我說 我們不一定要馬上說 好像我覺得 我從一堂課當中 我就可以 爭得空性 但是我說什麼 我在每一堂課的後面 我應該有什麼 我應該有一個 前所未有的一個 疑惑來講也好 我乃至說什麼 我以前沒有這麼清楚的 我有新的 或的一個姿勢 這就是說什麼 這是我們 越來越靠近去 正空性的 這個 來的角度 如果我什麼感覺都沒有 沒有疑惑啊 沒有新的認知啊 或者沒有更堅固的話呢 那個來講的話 可能是還沒有 真的在思維或者學習 我們每一個 每一堂課 應該在後面的應該是什麼 有一個說 可能有更多的疑惑 這個為什麼會這樣子 或者乃至 這個原因為什麼 或者格系講的 這個是什麼來講 或者乃至說什麼 我以前有的這個疑惑 我現在已經有新的認知了 我們應該有這樣子 一層一層的這個 這個程度來講的話呢 這個才是我們 這才叫所謂的 要修行 我們修行 不可能是從 好像今天 昨天是沒有 今天是有 或者今天沒有 明天沒有 好像從這樣 零到一百 零到一百 修行不是這樣子 修行其實它是一種 慢慢慢慢慢慢那種 那種 進退 進退 進退的 才有辦法去修的話 我們如果又想到說 好像我說 我今天是那種 從零 忽然變到一百的話 我說 除非你是 從以前的祖師大德的 任何的修持 也都沒有這樣子過 不要說是祖師大德沒有 你看佛陀自己都不是這樣 佛陀自己都是經過的 六年苦行的 這樣的修持 這樣才有辦法 升起正量的時候呢 那我們也 一樣的是說什麼 佛陀是如此的修 我應該也要有 這樣子的精神 或者努力 來去修持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 算是第一天的開始的話 我們希望說我們在 這個殊聖的樂 當中 前幾天我跟阿強 在佛陀的這個 殊聖的樂當中 我們聽聞的 有一些有關 緣起 幸福的話 特別是 鍾大師的這個 他自己 親身的經驗 所寫出來的這個 緣起證的時候呢 那我們在一一一的 聽聞的當下 我們 希望說在心虛當中 有建立起 我們在我們的心虛當中 可以升起跟鍾大師 一樣的這種的 通達 緣起 幸福的這個智慧 好 那我們今天這邊 我們就先分享 願消三丈 祝煩惱 願得智慧 真明了 普願 醉醉 西消除 世事 常行 菩薩 道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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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